东欧局势升高之际 北京可能乘乱武力分台 白共首度表态 白共国安顾问苏利文 面对记者提问称 若是中国采取武力侵略台湾 美国势必会行动 强调会采取任何一切 可能的外交手段 他还曾过去八个月来 美国在印太地区 所做的全部努力 都是为了避免 中国任何情况发生 台湾问题始终是 中美关系中最重要 最敏感的问题 尽最大努力 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是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挑衅逼迫 甚至突破红线 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燃措施 近来中国打压台湾 全面升级 同一天美国国会军委会 针对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 最终版本达成共识 值得注意的是 当中就包含 威吓中国注资 70亿美元的太平洋 贺阻倡议 国会将会要求 美国国防部协助台湾 发展不对称的防卫能力 同时加强美国国民兵 和台湾的合作 像是酌情邀请台湾 参加2022环太平洋军演 目标是确保美军 阻止中国武力犯台的能力 而这项法案 经参众两院表决通过后 将会送交白宫 由拜登签署生效 势必再度震荡两岸局势 请订阅按赞 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 与最新趋势